陸會長, 你好 李師傅, 你好 我收到很多訊息 詢問我們一個攝影比賽 你可否再將我們攝影比賽的概況 跟觀眾解釋一下 好, 我這個攝影比賽的全名叫做 逆境自強, 網上練舞造型攝影比賽 其實我們在疫情開始好一點 之前的時候, 大家都在網上練舞 用逆境自強的概念去做攝影比賽 其實我們這個攝影比賽是不限年齡的 總之我們不需要懂功夫 總之他不懂功夫也可以 不限年齡都可以參加 不限年齡都可以參加 不是 我們這個整個計劃 我們這個線上推廣的這個武術計劃 有兩套片 一套片是大聖必要關門, 基礎編 第二個就是大聖必要關門, 自我防衛編 其實我們抽了兩個大類別 做個比賽 一個就是基礎組 一個就是自衛組 就是防衛組 這兩個組我們再分三組 怎樣分三組? 因為有些不限年齡都可以分開年齡 一個青少年組 成人組 成人組 和銀發組 年齡是怎樣分呢? 我們很簡單的 18歲以下的 歸為青少年組 成人組 60歲以上的銀發組 成人組很廣闊 18歲以上、60歲以下就是了 我們看到兩個大類別裏面分三組 變成是六組人參加這個比賽 這樣 六組人 我們其實有沒有一個評審標準呢? 評審標準有的 我們主要分開一個 因為你設計造型比賽 必須有造型很簡單 很重要 就是你功夫造型 是一半的 50% 另外就是你那個美術 即是攝影的美感 技巧 构圖美感的30% 30% 另外就是攝影技巧20% 即是532的標準 所謂技巧可不可用見到幫忙? 其實很簡單 你那個攝影 你用什麼機影都沒關係 你用專業的攝影機都沒關係 你可以用手機影都可以 但是我們唯獨自己說 你那個像素 你這個造型影片的像素 就是1Mbps以上 5Mbps以上 這個不要緊的 大家如果是我們上傳給我們的網站的時候 如果你的像素是低過或是高過 他都會不會過得去的 收不到 收不到 你會告訴你你不行的 你會再做一個 一定要調教到 沒錯 我們的像素範圍 沒錯 這樣才能收到的 另外就說 如果我們有些朋友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做 我機可以讓你用專業機的大位 我可不可以自己做P圖 或者我們自己後期加工製作 做很漂亮的那些 因為我們就不需要這樣 我們也是不接受的 不鼓勵用這些 不接受 如果我們那個評委會 會不會覺得 他用過這麼專業的技巧 我們就不會取消資格 因為為什麼呢 這麼專業肯定是第一的 我在後面弄過金字鐵塔本 就不行了 包圍鐵塔本就不行了 沒錯 所以這個我們就有這樣的規限 如果我們那個評審的人 就有些專業的評審人員 例如我們功夫教練 專業的 還有一些導演 有媒體的導演 還有一些攝影的專家 還有一些文化工作者 組成一個評審委員會 其實評審準則都很嚴謹 嚴謹之中 我們都很清楚 讓大家知道 我們如何佔的比例分數 我想問 大家拍了這麼漂亮的照片 有沒有這些很好的鼓勵給他們呢 有的 我們分開有個灌亞季 灌亞季就說 我們每兩個 即是說兩個大類別 兩個大類別的灌亞季 即是等於兩組人都有灌亞季 灌軍 以及完成灌亞季之後 還有五個優異獎 我們灌軍有五百元現金 還有加送一個大聲白教育 灌亞季的基礎 頒的一個 是一個燌名額 是 亞季就是三百元現金獎 加上都是那個大聲白教育 灌亞季的基礎 即是說又有獎金鼓勵 又有功夫可以練 沒錯 第三個貴軍就是二百元現金獎 加上那個 那個是武術的一個學額 那麼五個優異獎 就沒有獎金而已 但是他都有這個 這個是大聲白教育的鴛鴛拳 那個功夫 抗牙 我覺得一個這麼嚴格的 就算你得到入圍獎 其實是不得了的 沒錯 我想問 我解釋這麼清楚 什麼時候他知道我得獎呢 我們就會由現在開始 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到九月三十日截止 今年的九月三十日截止 我們就會在十一月二日公佈這個賽果 十一月二日 十一月二日公佈賽果 我們是通知他 第一 我們會在我們的網站公佈 另外是尊銜 寄封信給他 你得獎了 這樣的 雙重補獎 沒錯 一定知道的了 如果一個這麼盛大的攝影比賽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很專業 很值得去的地方來看頒獎呢 當然有了 我們已經訂了位置了 訂了在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來的 上午十點至一點這段時間 訂了這個位置 就是在小西灣的電影資料館 裡面的電影院裡面 因為我們會在那裡做一個 是我們這個計劃 大勝劈關門 線上全城計劃的電影欣賞 以及總結會 在這個期間 我們會順便頒獎 或者又可以領獎品 又可以看電影 又可以交給朋友 真的有一天很開心 但我想補充一個 其實我們這次攝影比賽 其實有很多朋友問我們 我們可以拿回以前的功夫 自己的造型照出來 可以嗎 這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這次專門是 這是全城影片裡面的基礎片 以及指揮片裡面的招式 所以一定要看到我們的招式才行 沒有到時的自己的讀門被寄出來 這樣就不行了 其實我們在懷舊照片 我收了幾張 那幾個朋友可以讓他再報名了 不過再補充一句 我們是這個參加的朋友 只能夠每一大類參加一次 參加一次 譬如說我是參加了基礎編 我們在基礎編裏就是一個參加資格 我想看到這個防衛編 我想再補充一個都可以 所以一個人是同時報 兩個組別 兩個類別的都可以 有沒有可以拿兩個冠軍的資格 到時候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再跟這個評審裡面商量 或者我們雙冠軍 就是等於亞軍就提供過去 就是兩個組別的獎金評分 這樣也是一個辦法 我也是一個鼓勵的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線上學習計劃 是練功夫 我們目標都是抗疫 都是希望大家透過練功夫 是強健身體而已 另外我們也希望大家 通過這個小小的鼓勵 多看我們的線上傳傳影片 以及幫助我們參加這次的 共同推廣香港的武術 是一定要 這是我們最希望大隊的目的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等著你了 1月29日頒獎禮 是呀 多謝大家 多謝